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石口袋 我是燕鳩 今天呢 我們要來做的是 兒童餐小達人 可以做成蛋包飯 打開來了 這裡面所有東西 盤子 兩個兒童餐的小旗子 還有砧板 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接下來要把這兩個剪下來 這個呢 又是我們的涼杯 現在做蛋包飯 先要三杯匙的水 一匙 兩匙 三匙 拿出蛋包飯 黃色的粉 用湯匙攪拌五十回 好 這差不多了吧 攪拌完以後就靜待十分鐘 這時候我們可以來做這一格的馬鈴薯 這裡要加一條的水 馬鈴薯粉 用成球狀以後就把它移到下面這一格 把它弄平 弄平了 這是砧板 然後這個要把它拿出來 然後這個要把它拿出來 現在呢我們就要把它切成一條一條的 直接用湯匙切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好 完菜後先放旁邊去 旁邊旁邊 長下粉 一瓢水 攪拌它 它變得好有彈性的一顆球喔 把這個放到鴨子的模型裡面 然後我們靜待五分鐘 再來我們要做這個飯 加入兩瓢水 攪拌 拿起來然後揉三十下 一二三 做好了以後呢就放入這一格 再把它壓下去 這時候就可以把它輕輕的從下面把它擠上來 好可愛喔 放在這裡 好像南瓜喔 再來我們要製作番茄醬 然後先剪開 最上面這一個 把它撐開 插在這上面 加一瓶水 兩瓶水 這樣子 試意圖 往下 跟著線 壓下去 做好了我們的 番茄醬 再來我們要做肉丸 加入一匙的水 它這個肉球是巧克力味的耶 天啊好香喔 我有點喜歡耶 然後把它揉成 兩顆肉球的樣子 完成 再來就是要加入番茄醬 扁扁就好了 應該要留一點把 不然等一下就沒有辦法寫字了 這時候我們終於要把蛋包飯拿起來了 蛋包飯來了 然後這隻豬豬是蛋包飯裡面的內餡 蓋起來 欸好像有成功 遮起來了 接下來我們要有最艱難的任務就是 擠他的笑臉了 至於果子的成敗就在於他的笑臉可不可愛 所以我一定要成功 應該還可以吧 要把這個擦一擦 打開最後一包粉 隔壁用入四匙水 就要把雜蝦拿下來了 這邊就是要先裹一裹粉 然後就沾到水裡了 聽說會有卡滋卡滋的聲音 好像真的在炸蝦一樣 好了我們完成了我們的蛋包飯套餐 剛剛下去本來要準備做旗子的時候 結果不小心 把它當成垃圾一起掉垃圾桶 再也找不回來了 我快瘋了 那還好我有一個米奇的叉子 那我應該還是可以加減一下吧 這樣也是蠻可愛的吧 那我現在馬上就來試吃看看 先吃這個薯條 蘋果 希打的味道 炸蝦 橘子口味 橘子口味 欸沒有很難吃欸 他說是Chicken Rice 這是雞肉飯嗎 這是跟以前的味道一樣 像口香糖的味道 再吃吃看這個肉球 巧克力的味道 比較沒有那麼難吃 最能接受的味道 再來是最後這個蛋包飯 我之前有個香香的味道 可是不知道那是什麼 有點像茉莉綠茶的味道 是茉莉綠嗎 還是我自己亂講的 總之我們今天作為應該算成功了嗎 除了我不小心把那個旗子 丟到垃圾桶以外 還好我有米奇牙籤 那珍色G果子算是成功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點個喜歡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可以訂閱我喔 訂閱我在這裡 然後也可以到我的 FB粉絲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